台东今天清晨发生渔船搁浅遭浪打翻的意外 根据了解这个翻覆的渔船呢 是新港渔港的惊鸿一号 昨天晚上前往外海作业 今天清晨要回到港区 而在风里外海被大浪冲到沙滩上搁浅 接着船身被大浪给打翻了 船上的渔工惊险逃生 不过还是有一个人受伤送疑 从画面上可以看见一艘搁浅在岸边的渔船 被大浪直接打翻 画面十分触目惊心 据了解这艘翻覆的渔船 为新港籍的金鸿翼渔船 昨日深夜前往外海捕鱼 今早清晨预访航时 船只发生了油管破裂 因此失去动力 被长浪不断推送 直到风里海边搁浅 随后又遭到后续袭来的大浪打翻 而船上有两名台籍和三名印尼籍渔工 其中一名外籍渔工 在船被冲上岸时 因为碰撞到器材 导致腰部受伤送医治疗 有一次油管破裂得打进来 英格更大得打进来 人家一个外劳寿船 先送医 送医病 动八五八十 怪手开始实施案记脱带 因现场浪况过大 后续怪手实施第二次尝试脱带 仍无法脱离 现场利用绳索先行固定 鱼销拨块 目前环保局及海保署 已抵达现场掌握状况 经检视船体无漏油 异常倾斜情形 待下午掌潮时机 再实施脱带 所幸这场意外 并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但看到渔船被浪打翻 船长无奈地表示 现在还要跟相关单位讨论 要如何进行后续的善后工作 记者陈吉林台东市报导